新红网赖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借文集借大使 那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国际大事 当然是美国众议院的院长 裴洛西的亚洲行 那这场亚洲行是全球国际新闻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裴洛西出发之前 拜登跟习近平还透过视讯通话 而且现在也证实 在这一场视讯通话长达两个多小时当中 台湾问题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甚至还直接谈到了 裴洛西会不会到台湾相关的话题 那习近平告诉拜登的是 不要玩火 那有这么一场拜习会 在裴洛西的亚洲行之前发生 所以全世界都在大猜谜 到底裴洛西会不会到台湾 那借大使怎么看 目前就是说还是有可能性 对因为他现在人还在亚洲流窜 刚刚出发 刚刚今天清晨刚刚抵达新加坡 第一站新加坡确定了 对因为今天一号嘛 他大概五号的行程现在大家知道 五号行程是在日本 因为据报导是说他在日本 自民党有一个纪念安倍的一个活动 所以他已经确定要去参加了 那新加坡这个也是事先都已经先公布了 所以这两个行程是确定的 那这个中间就变成一号到五号之间 那么照他公布的行程还有两个点 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它的行程就是今天一号 白月一号到了新加坡 那据说会停留两天 不知道有会不会这么长 那三号或四号下一站可能是马来西亚 五号就是刚才借大使所说的 就是日本有这个活动 他应该是确定会出席 所以呢在三号四号似乎是有空档 这个空档有可能来台湾 对他现在就这个时间段 所以昨天法国的媒体也说 他可能是会从在这个五号 他当天他说会从菲律宾 这个直接北上 然后就到台北来 当然这个说法很多了 到底来不来 我觉得现在就是 我认为就是裴洛西一个人存乎一心 因为他离开上飞机的时候 各方重要方面给他讲的 这个告诉他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自己看着办 美国政府也没有公开说支持他 或者对他如何如何的 基本上是已经警告他了 军方认为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也就是军方有意见 那当然这个中间后来那个Mini 就是美国参谋总长联系会议的主席 也有跟他说跟他做简报 那么美国国防部长Austin 好像也有跟他联系 那就到这边 那接下来就看 就看佩洛西他自己如何决定了 不过我觉得我看他上飞机的表情 不要是疲劳还是什么 不过脸性 神情非常凝重 为什么这么凝重呢 其实他本来这一趟是毕业旅行 就出来玩玩的 搞成这个 变成要打世界大战的架势 也出乎他的预料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 所以他不认为他到台湾来访问 中国大陆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是这样吗 可是他出发前都已经告诉他说 不要玩火了 对 所以就是说后来的话越来越强 所以其实一开始 拜登把这个讯息放出去 也不是说拜登放出去 拜登回答记者的时候 这样子讲的话 就已经把这个 这个 这个佩洛西 放到一个很困难的处境 英文讲就是给他一双非常大的鞋子给他穿 就让他很难走这个路 那所以 我觉得佩洛西大概就知道事情那么不简单 那本来拜登一直要找习近平通电话的 最后习近平通了 那么里面我想什么都没谈 就是谈一个佩洛西访台的事情 你说两个小时17分钟都在讲这件事 都在讲这件事 其他的没什么好谈的 那我是觉得谈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十个字 那么 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 这十个字 十字诀就送给拜登 然后大陆也把这公布出来 然后也让佩洛西自己参考着办 所以就是说 让佩洛西自己说 你 自己 想想看 由你自己 思考一下 那所以这个话已经都讲出来了 那大家都看说 哎呀 佩洛西怎么下台 我倒是要看 我比较重点看 就是中国大陆怎么讲 把他讲出来的话应验 这些话讲的都不是 君子一言 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用国际上重大事件的话 讲的话就要做 所以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 非常严重 而且我认为 这个 结果就是这样 佩洛西目前还不一定会来 他还在观风向 还在看各方的观感 尤其他会比较重视 美国国内怎么看这件事情 国际上的事情 他倒是其次 国内怎么看 这个比较重要 那 可能来 可能不来 因为他还有两三天的时间 对这种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他们习惯于在压力上 就压力下做最后的决定了 那这个就是说 他有压力 那如果来 那么就变成就是两岸 在 我认为是1949年以后 最大的一次危机 而且是有军事性质的 那么这个危机 如果他来的话 无法避免 那么如果他不来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是 就他回去以后 我想 也不会受到太多的责难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的舆论 已经在转了 因为Washington Post CNN New York Times 连三篇文章 都跟他讲 不要去 你这个是不好的 然后呢 不对的 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那 这个 美国有一个 共和党的众议员 一个女性 叫Green 她在推特上 连发五个推特 她基本上 已经对佩洛西开骂了 因为她过去 她的立场是 就是非常站在美军的立场 有一些议员 她等于就是 我是替军方讲话 所以这个Green 她是一直替美国军方的 她几乎 用词非常 她说 佩洛西来台湾 完全处于她自私的考量 完全没有考量 她这样子做 会把美军的生命跟安危 置于险境 这个是 不符合 不符合 美军的这个 美国军人的生命 美国军人的这种 这种风险 不值得为 佩洛西 到台湾这件事冒险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说 用兵是什么时候 要用吧 你如果说你自己 一件小事挑起来了 那你就挑这个事的人 你这个有问题 当然你如果美国 今天你有重大的国家利益 你今天美国哪里被攻击了 那美军当然义不容辞 对不对 这是他们保家为国的 这个 这个必有的 这个 职责 那你今天佩洛西 你出于自私的理由 你跑台湾来这么一趟 把美军都会扯入到 这一场可能造成的危机里面 牺牲性命 那他认为这个是 非常不对 所以 这个再转 我看了几篇英文的报道 他已经把这个 这个 裴洛西访台之旅 他用一个字 他说 controversial controversial 这件事情 已经变成就是说 有争议性的 有争议性 他已经没有 他已经没有 他已经没有站在裴洛西那边 也没站在大陆这边 他就说 这是有争议的 媒体已经保持中立了 也就是说 这件事 有争议 有争议 对 也就是说 没有站在裴洛西这边 美国裴洛西没有站在裴洛西这边 我觉得就已经 让裴洛西 他每天 他一定 醒来就是要拿他的访问 美国 美国疫情简报 我觉得他慢慢会看到 对他不利的 而且他的死对头 Trump 发了一篇Twitter 他叫他说 疯狂 南西 Crazy Nancy 也可以翻这句说 疯婆子南西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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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Trump 事实上 他的文字 非常简练 有力 他说他就是 Crazy Nancy 他说他不晓得 为什么要 又要缴到这些 这些 就是说 大陆跟台湾 关系的 这一件事情 来 他说 他说 他一定会带来 负面的影响 他说还没有来 就引起了很多争议 跟仇恨 还有 很多 很多混乱 所以 他建议 他说 最好他不要来 他来的话 就是把事情搞得一团乱 然后最后 He is such a mess 他说 就是说 这个 裴洛西 就是一个到处搞得 一塌糊涂的一个人 这很重 因为 因为 Trump的Twitter 还是在媒体上 是很受重视 而且他的 看他Twitter 有很多的 所以 我觉得他 大概没有料到 他 上飞机之前 美国 舆论一片较好 尤其共和党 排一手啊 蓬佩奥说 要陪他一起来 对 蓬佩奥也陪他一起来 结果他后来说 欢迎你们加入 我的访团啊 结果后来 上飞机的时候 发觉 共和党 全部没有一个 上他的飞机 就请他 民主党的 这个 民主党 都只有他 民主党的通料 跟他一起 上了飞机 他就知道 这件事情 他可能上当了 这是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 就美国内政 来讲的话 共和党的捧杀之计 把他捧得很高 让他坐上飞机以后 然后上了飞机以后 他发现 拔剑四骨 心茫然啊 过去支持他的人 都不在他身边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一趟 这个 从上飞机 你看这样子 慢慢的飞 飞到夏威夷 再到关岛 再到现在 才飞到这个 新加坡 我想 心情相当沉重啦 不过我是觉得 他只要 真的 到了台湾 那就是一场 大的危机 甚至一场灾难 那 现在如果 他真的到台湾 其实美军 应该也得做一些准备 毕竟是自己的这个众议院的院长 我们看到从他出发的时候 7月25号 就传出这个雷根号航母打击群 已经在南海待命了 因为就是担心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 那7月31号 他出发的那一天呢 也有 不是在日本冲绳基地本来驻守的军机 也飞到那里去待命 所以就是说代表美军的确针对这件事情 有可能会进入军事行动的准备 那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又放话 不要玩火 那也是把他提升到军事行动的准备 那假设他真的到的话 会有什么样子级别的军事行动出现 我想就是说 美军很知道他在这个 在台海附近 他占不到便宜 你说雷根号 你载了那么多这些战斗战斗机啊 侦察机啊 一共五千人啊 一艘航空五千人 五千人 中国大陆最近 已经入列的英级二十一 一千五百公里射程 那个就是东风二十一滴的 就是说舰载版 那二十一滴也很近啊 你在任何一个基地 你要打到在南海的这个雷根号的话 易如返早 而且 基本上 美军现在非常清楚 那是超高音速的飞弹 无法拦截 也就是他打你的话 你跑不掉 所以就是说 美军一定要这样 把它算进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军一定在可控范围 那么如果攻击的目标不是直接是这个 佩洛西的这个坐机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主动攻击的 不会主动攻击 那我认为说就是说 有很多种版本可以发生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军事工具 外交工具的话 在工具箱里面可选择的工具非常多 今天是要用流星锤呢 还是用双截棍呢 狼牙棒 还是狼牙棒呢 还是什么青龙眼月刀 我觉得可以选的太多了 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因为在两年前吧 那时候因为第一次大陆解放军的经济飞越中线 大国附近 那时候蔡英文政府慌慌忙忙的 国防部这个发了个新闻稿 解释什么叫自卫反击权 意思就是台湾公开宣布放弃第一级能力 第一级的权利 也就是说如果 这个台湾的军队跟大陆军队接触的话 那么台湾军队绝对不会开第一枪 那会 如果对大陆军队开枪的话 那台湾会行使自卫反击权 自卫反击权就是说 我会反击 可是呢 这个反击的权利呢 必须由第一线的这个军事人员 报回台北 由国防部长决定要不要反击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台湾在过去几十年 在军事上最大的一个举措 就是说放弃第一级 那放弃第一级的话 那大陆的军队可以 他可以 怎么讲呢 他可以利用的空间就大很多了 非常的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我觉得就有很多的空间 那么可以展现出 就是说他可以产生很大的军事压力的效果 而且会把过去几十年的台海的军力 军事对峙的一个平衡点 把它重新调整到另外一个平衡点 所以当然希望不要有实弹的这种冲突 实弹冲突 可是我也觉得也很难避免 有的时候在这个紧张的状况之下 很多事情 你说会擦枪走火吗 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这个是 裴洛西是来玩火的 我觉得他带到台湾来 基本上就是带来一个潜在的大灾难 我不晓得台湾还有些人挺高兴的 有什么好高兴的 我觉得 我觉得 大概就是好日子过太久了 不晓得这个战争的可怕 不过刚才这个介大使有分析 其实会影响裴洛西来不来台湾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是美国国内的舆论 对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内的舆论 在裴洛西出发前 因为呢 因为他的这个要到台湾的讯息是金融时报先披露 披露之后在美国的国内引起了各方的这个争论 包括了共和党 对于这个裴洛西的相关的捧杀作为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捧杀这件事情 那现在裴洛西的麻烦是说 他要不要被杀吗 因为他已经被捧了 那他要不要被杀 那杀了之后 回到美国的时候舆论会不会对他不利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既然你最讨厌最大的政敌 都已经骂你是疯活子了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到台湾的话 那不就又中了川普的这一个 就好像是川普救了这件事情 川普挡了这件事情 又把这个功劳给了川普 那对于裴洛西来讲 他的政治算盘一打可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这就是裴洛西这个头脑的问题啊 他事实上他现在是骑虎南下 他这个他不晓得骑到虎背上 他以为他很威风 就他发觉上去看起来没有那么难 下来才难 所以有的事情就是说 并不是说你上台演戏容易 下台更难了 他现在就是骑虎南下 觉得他现在整个局势就是骑虎南下 那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最后外交部讲的就是严正以待 对不对 严正以待 最后玩火必自焚了 还要怎么讲呢 对不对 然后美国军方也跟他讲说 可能会引起军事反应 你用军事 拜登也跟他讲 这个是不是好主意 军方认为不是好主意 所以我觉得裴洛西就是说 明知山有虎啊 偏向虎三行啊 那你被咬活该 对你最后你就自己来承担 不过我觉得 不过他带给台湾来的话 是一个最大的灾难 我觉得这么多外宾来 我觉得不管很多台湾人政治人 我说哎呦好朋友要来 我们都欢迎 这句话就有问题 好朋友还是坏朋友 看他带来的给你是什么 带来的如果是灾难的话 那就不是好朋友啊 那你就应该请他不要来啊 不过这次New York Times上面 Bonnie Glaser就是葛莱姨 他发表那个文章 我也觉得有点蹊跷 葛莱姨认为说 这个事情既然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话 会给台湾带来危险的话 你就不要来了 你就把它延期掉 时机不对 时机不对 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了 葛莱姨是最替民进党政府讲话的 在华府啊 一直替民进党讲话 而且在选举的时候都 所以这是暗示 其实民进党政府并不希望 培洛西在这个时间来吗 是这个意思吗 民进党我的感觉 因为这次相对上相当的低调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曝光 一段时间了 但是其实政府的低调 低调再低调 到好像这件事情没发生一样 对 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说 就是说 台湾很贼 他说一直不表示 任何的立场 要希望 就是希望这件事情 不要是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一个冲突 把它弄成一个 台湾 大陆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冲突 台湾就变成就是说 这不是小两岸 这是大两岸 对大两岸 他就把它躲到桌子底下 等上面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 这个两边的对决 那 不过我觉得 苏贞昌的讲话很有趣 苏贞昌他也没讲说 裴洛西来台湾访问 我们很欢迎 他说任何外国朋友 要来台湾 我们都欢迎 没有讲裴洛西 第二句讲的很有玄机 他说我们等这个 来访的访兵的行程 还有什么决定以后 我们就会来做配合 意思是说 我到现在也没有得到 对方 不知道他是要来还是不来 完全不知道 那这里面 就是说看起来 好像台湾 好像蔡英文政府立场 其实也没有很欢迎 这个 这个 就是很低调 就是说 很低调 把这件事情当做 现在还没发生 对 我想两个原因 第一个 大概也知道 美国行政部门 拜登并不希望 裴洛西来 那所以他还要考虑到 拜登政府的 这个立场 你在这边 这边 两个美国这个 两个行政部门 跟这个立法部门 两个头在那边吵架的时候 你在这边欢迎立法部门 那你不得罪了行政部门 这个头吗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世上 从蔡英文立场 可能她也是 对这件事情 有所顾及 因为她是被斩首的对象 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 要出事的话 还是出事在台湾 出事在台海 不会出事在美国 完全是台海 台湾 台湾 这个台湾 事实上话 蔡英文天天搞军构军演 你现在海马式飞弹 也还没到位呢 对 你市政飞弹也没到位呢 你 基本上 你这个 整个情势 如果真正 两岸冲突的话 那么蔡英文 事实上 台湾老百姓 不会支持她了 因为这个 这个是一个 怎么讲呢 是一个 如果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她没有 主动 展现出来 她保卫台湾 老百姓 这边台湾 两千三百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就出来阻止说 培洛西 你不要来了 可是培洛西 如果真来 闹出事的话 大家一定会过想 你蔡英文 为什么当初 不让 不阻止培洛西来呢 所以 我是觉得 培洛西 这个 这个事情 让蔡英文政府 我觉得也是 怎么讲呢 也是 也是 骑虎难下 可是 我对他们 最有一见 就是说 软弱 就是说 没有立场 你今天 台湾 不是美国的 不是说来 就想来 美国任何人 说来就想来 说走就想走 你要考量说 这个人来 带给你的 是 是 繁荣昌盛 带给你的 是各种 正面的 效果 那你当然欢迎 你现在明显看到了 我想蔡英文身边的这些 比较了解美国跟国际局势 两岸关系 也应该告诉他 这个事情是一个 兵凶站委的事情 那你就应该站出来 你就跟美方讲 你刚开始不方便 明着讲 你透过管道 就跟 或者直接跟 陪洛西讲 说 对不起 我们觉得你 这个时机不妥 我们欢迎你来 现在不要来 等你退休以后再来吧 我给你一个盛大欢迎 这也可以啊 这个很好解决的 闷不吭声 就表示怎么样 就是啊 呃 第一个 我觉得 就是卑微惯了 你把美国人 看得太高了 美国人你不让他来 他硬要来 他也没这个立场 你今天得罪一个 陪洛西 难道你就台湾 就生存不下去了吗 这种没有say no的勇气的人 不适合做重要的领导人物 重要领导人物 基本上他就要在 关键时刻 他要坚定的 要拒绝别人 那他就是没有这个勇气 然后他难道不知道 陪洛西来 两岸兵凶战危 那台湾人 两千三百万人 生命产产 自于险境 那他要负责人 所以说阻止这件事情的 最佳角色是东道主台湾 那当然啦 东道主局有百分之百的发言权 百分之百的发言权 没有人会觉得 你讲话是不对的 你有绝对的发言权 可是你把你的发言权放弃 像个小媳妇一样 真的像个小媳妇一样 那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是拜登跟这个 陪洛西 就是民主党内部的两手策略 所以其实民主党政府不方便 在这里 为台湾的利益 去发声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几率不大 因为美国人的性格上 他们是公开冲突的 他们是公开校正的这种 就有点像这个秦朝 秦朝叫勇于攻斗 确于私斗 他就是拿到台面上来斗 那所以很多私底下 没敲好拿到台面上来斗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感觉起来应该像是这个 拜登跟佩洛西之间的一个 看法上的差异 他们中间的矛盾 就是真矛盾 不是配合演戏 真矛盾 不是配合演戏 那这个危机的部分 这个危机的部分 我也不能说拜登完全没有责任 那他有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讨论的 就是说他应该很坚决的就跟 就跟佩洛西讲说 叫不要去 没什么好处 可现在说的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 行政部门是没有办法 给立法部门一些强制的要求 当然不行啊 他代表人民 美国是理论上 美国这个政治体系 人民是在最高点 就跟我们说到华盛顿这个城市 你看他最高点是国会那个 国会大楼上面那个神像 站的那个点是最高点 其他都不能高过他 他干了那么宏伟一个 这个国会大楼 这个Capital Hill 然后在远远的地方 搞一个白宫 相对他就是要表示 他当时这个 这个华盛顿这个城市是 拉法也是一个 法国建筑师方设计 他就要展现 美国的这个立国的精神 他是以人民为主导 那你政府的话 这个严格说起来 拜登是公仆 人民公谱 代表人民的在国会里面 那国会的头 两个院 美国就是说 不断的切 权力他是不断的切 切切 切成以后 一个原则就是check and balance 就让你互相自衡 美国的这个 政治的 制度的设计者 以前很多学者就说 再没有美国的 制度设计者 当时这批人 这么对政府不信任的人 他们基本上对政府 是极为不信任 所以就把政府的权力 不断的切 切分开 有你国会 我给你搞了两个月 两个月相互制衡 对不对 然后政府机关 立法司法行政 相互制衡 然后三个就相互制衡 所以你今天拜登跟 培洛西关系是政治问题 可是法律上 拜登没有办法 对他下命令 尤其他在从事他自己 他认为他对的这件事情上 只是说从政治上来讲的话 培洛西应该要听拜登的 因为这是拜登的外交权 他还是要统帅权 他还是要给予尊重 给予配合 那他不给予尊重 不给予配合 就表示他们两边意志 意见不一样 那美国行政部门 跟立法部门 意见不一样的事情太多了 然后立法部门 跟这个最高法院 意见不一样也太多了 所以这是美国的制度 所以拜习会这两个多小时 拜登是不是在 跟习近平吐苦水 就是他真的没办法 搞定这件事 搞不好一直在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 不过 不过说实话 我想拜登大概也是用暗示的 他也不能把他这个美国总统 讲得这么无奈 等于是把他弱点都讲出来了 不过这件事情的话 不管来讲的话 其实美国应该有一个一致的做法 同一的立场跟同一的声音 那这也就显示美国这个制度的问题 然后美国今天的 他的联邦政府的状况 没有人震得住这个 这个没有人能够控制 控制得住 没有一个有力的一个政治人物 在那边拿一把号 大家听着他的步调走 那就搞成今天这个 搞成今天这个局面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美国预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一切行为后果都是 都是裴洛西的一个人 他必须要负担的 拜登已经把责任切割清楚了 切得非常清楚 我有请他不要去 但是他就是要去 所以如果出了什么事 就是裴洛西自己要负责 他已经切割了 我觉得切的 这次已经切得蛮清楚 切得蛮明确的 这是非常罕见 就是说在美国对外的 这一个外交的作为上面 那这件事情当然对于 裴洛西对于美国政府 就行政部门的压力是在于 如果说这个中国大陆说 在玩火叫你不要来 结果呢我就真的不去了 那好像告诉大家说 我美国的军队打不过你解放军 所以我怕了 所以他的呼号叫做 Who Scare 我是觉得 这个是可能有一些鹰派的人会这样 可是理性派也认为就是说 你事实上你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 跟中国大陆做一个对决 这个是意义不大的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这是核心利益 中国大陆讲的 我捍卫的是国家的主权跟领土的完整 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那这个对任何国家都是核心利益 你来调整 你来挑战我的这个好 领土主权的完整 那核心利益 我就用强烈方式会议 对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的核心意义 应该是美国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不是去决定人家领土主权完整 完不完整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是一个 连重大利益也都不行 都不是 我们以前学国际政策 核心利益 重大利益跟边缘利益 这应该是一个属于核心利益 重要利益跟边缘利益 我们分三类利益的话来讲 这个应该是在重要利益的边缘之间的 边缘利益中间的 这样子对美国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他不来的话 美国社会也可以理解 因为 这是牵涉到两个核子大国之间 可能发生冲突 或者不断地升高到核子炸弹 那么一枚核子炸弹下去 就是一个城市 几千万人的生命 那中国大陆是 绝对有这个能力的 不是说 说说的 所以你要真正在评估国家利益 或者了解中国大陆军力的人 就会觉得 你为了一个美国的 重要利益之外 很边缘的重要利益 把美国拖进一场大战 那是一个非常不明智 所以我是觉得 理性的角度 佩洛西也有很多解释空间 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 可能会发生的战争 就是说因为佩洛西的亚洲行到台湾 可能会发生战争 我们来看另外一场战争之后 造成的结果 就是俄乌战争之后 这个造成了整个欧洲的能源危机 那甚至经济衰退 一连串的反应 那现在呢 德国的财政部长说 我们不要再用天然气来发电 那如果天然气不够用的时候 我的发电厂发不出电来 我整个工业 我整个这个产业 可能就会崩溃 所以呢希望他的提案 他当然说不要用天然气 但是把我们的核电厂 重新恢复起来 这个发电 到目前非核的 这个德国还有三座核电厂 那今年年底都会到使用期限 现在提出的是把他延长 可不可以再重新回来考虑核电 这是一个战争之后 所发生能源危机的应对做法 对 其实就是使用核电 这个问题在欧洲本来就没有一个定论 你知道这个德国 费核以后 他就跟法国买电 法国的电 大部分都是核电发出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一个 本来德国的费核 就是一个非常虚伪的 那欧洲人费核 也就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一个议题 我觉得这次我对德国整个的 其实德国这个 德国我以前常去 我还蛮欣赏他们那个诚实 跟务实的态度 还有追究事情的 这个严谨的态度 这次我对他们整个这个领导团队 我真的就极度失望 基本上就是 怎么讲呢 不诚实 不诚实面对问题 然后呢 喜欢用这种 话术 然后呢 来掩盖他们 这种 无法达成的 自我设定目标 我想整个这一次 德国政府 我感觉就是这样 那当时德国费核 基本上 其实很多人就对他们 产生很大问号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的这个 再生能源啊 事实上他们过去对 这个太阳能光业的补助 后来他也拿掉了 你就觉得很奇怪 他这个 这个能源政策很多 很多这个冲突的地方 那现在面临这个问题了 他又不费核 没办法 那当时人家 后来人家讲说 德国为什么会这么 这么先进 好像自己是绿能的 这个绿色政治的一个模范 那么也不要核电 也不要这个 也不要那个的 那后来人家讲说 因为德国 他如果电真的不够的话 他可以跟临近国家 进口电 最主要是从法国 因为法国的这个 这个电 有的时候是过量 他发 因为他都是核能发电 他75%好像都是核能 是世界核能基础 最多的国家吧 那么德国从来 不减着法国使用核能 可是他自己在国内谴责 然后电不够了 又向核能发电厂发出来的电 去求助 你说这个不是真诚的一个废核的一个国家 对 你等于说核电厂放到别人 那你知道欧洲这些民族 跟这些国家的虚伪信号 我是亲眼目睹 这个以前我们中国有个古话 就是说 这些人都是以零为货 什么叫以零为货 就是垃圾都丢到别人的国家 我以前因为欧洲都是小国 我住比利时 我常常一个周末 我可以跑两三个国家 开车一下两三个国家 我每次到一个地方 我一看 核能电厂 粉烧炉 然后焚化炉 大的焚化炉 然后那些化工厂 一出现的时候 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马上到边界了 为什么马上到边界 比如说德法边界 你一到这边 你就发觉德国 法国把所有的这种高污染的这些工厂 都建在德国边界 然后德国也把他们高污染的 也放在法国边界 这就是西方人的民族主义 所以都是以零为货 你今天德法边界是这样 你从比利时要跑到 跑到荷兰边界 也是一样 所以我在欧洲开车 我每次跟我太太 到边界了 因为我看到 焚化炉出来了 核能电厂出来了 化工厂出来了 高污染 都是放边界 那这些 所以这些 他们的文化有问题 都是以零为货 那更荒谬的是什么 我在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也 我跟我太太 我们常常开车 开久了以后 我就说 我说又要到边界了 因为美国从这个州到那个州 也是一样 这个州把他的焚化炉 就放在他们 跟那个州的边界一样 那个州也把他的这个 化工厂放在边界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的 病态 所以他现在又 反正随他们讲 本来我是最高尚的 我就不要用这些危险的 我要走绿能 那你像欧洲最后变成什么 面具一脱 干脆做什么 他们就上个月吧 欧盟通过 核电属于绿能 你想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欧洲同时在通过一个什么 节能减碳的一个法律 也就是要将来你的工厂的生产的过程中 使用的电 必须要有相当百分比的绿能 你不能用这种化石燃料的这种产生电 这个他们也来要求 他们也来要求我们这个台湾的厂商 台积电压力很大 台积电他今天要销到 比如说他销到一个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说 你证明一下 你的产品生产过程中 有没有30%是属于绿能 你使用能源必须要30%的绿能 要不然我就要给你加税 他们自己定了这个规定 结果发现做不到 做不到回来又来改规定 就变成说 我这些比如说风能 潮汐太阳能都不够 那怎么办呢 核电厂也要关了 燃煤火力发电厂也要关了 对不对 然后烧油重油火力 重油火力发电压关 那怎么办呢 那只要想个办法 把核电再恢复 把核能当作绿能 那你就变成你的供应量里面 有一部分是绿能 让这些工厂 没有办法因为 不会因为 无法证明他使用 他生产过程中 有应用适当比例的绿能的情况之下 招致到 额外的所谓的碳碎 所以就是这样子 他们自己就自己卡自己 卡到最后就变成自己的真面目楼出来 然后再去修改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你不觉得他们很虚伪吗 拐弯抹角的作假 作假最后就就公然造假 就这么回事 来看这条桥 这条桥大概也是可以反映相关的这个状况 这个G7当中说要这个全球大基建 西方国家全球大基建 结果呢 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大桥 的确是欧盟出的钱 欧盟出了百分之七十几的预算 但是呢整个桥通通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工程公司所报的 所以未来可能都是这样 就是欧美国家G7的国家出钱 然后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工程团队来执行 这条桥2018年大概发包 中国大陆的得了 得中国大陆厂商去投标嘛 因为一定是国际标 那么他报价比他的底价第一亿美元 那这个当时大概差不多四亿多美元的 那中国大陆报价 当然拿到得到这个标 得到这个标 因为克罗埃西亚是欧盟国家 他一直要找欧盟的标准 那欧盟就有意见 欧盟第一个 他也不是说欧盟意见 也就是说一起竞标的厂商就会来检举 这个我们以前在 我以前在经济部做的时候 很多案件 政府根本没有人力去查谁违法不违法 那后来发觉很简单 这案件只要是你政府的标案或者什么 你如果这个得标 或者说他获利这个厂商 那么他中间有瑕疵 他的竞争厂商一定会来检举 你就天天接据到很多人来检举 那中国大陆拿到这个标以后 有一些欧洲厂商不服 就说他们可能劳动标准有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这些 很多将来会造成很多 这个劳动会使用只用中国大陆劳工 那当地劳工没有工作机会的 提了很多问题 那后来都一一克服了 一一克服了 那这个标 你要在欧盟的境内施工 你也要照欧盟的劳动标准 欧盟你的工时 你的薪水 你的劳动场所的安全 在欧盟它有一系列标准 你都要照它的标准来做 那最后一一都克服了 中国大陆事实上 这个是很 在欧盟境内第一个 按照欧盟的这个 这个好 所谓开标的过程 去拿到一个标拿下来 然后所有经费 不是中国大陆方面给予的 而是欧盟给的经费 然后让他这条桥 在应该是在公企里面 因为2018拿的标嘛 所以现在2022算是很快的一条桥 因为这不是很短的一条桥 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说 通过了软体的考量 通过了硬体考量 那为什么会如此 我基本上还是觉得 中国大陆的基建的这个能量大 能量大 你当初得标 你就可以比这个标 这个底价低这么多的价钱 表示你的工作效能 跟你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够的 那当然这条桥建下去 我觉得就是说 最大的意义 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的工程团队要 拿到欧盟向下的 一个欧盟补助的一个 一个重大工程案件 然后顺利完工 那如果有1的话 那可能将来就有2有3 那么就 而且是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完全凭你的竞争能力 与商业的条件之下 拿掉一个 拿到一个重大工程建设 那这就是 我觉得实力的展现吧 就证明了中国工程团队 基建的能力 在全世界 在全世界 工程的能力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介大使 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加入会员 另外订阅按赞分享 最近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